预防脑梗,学会这四组锻炼的动作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教大家四个改善脑部血循环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上提双肩 因为我们肩上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肩颈穴 这个地方要经常的活动开 上提落下,还记得我们有一期视频说的就是这个 耸肩这个动作多多的去做 就会改善你的脑共血不足 第二个动作就是运动我们的口腔 这里边包括着扣齿,运动舌 包括着我们吞金睛玉叶 也是在我的另一个视频里有大家找一下 第三组动作就是要摇头晃脑 这个摇头晃脑可以参考我们的拔断锦里的这一节 它可以去心火,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零 让这个供血充足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已经有像供血不足的情况,动作一定要慢慢来 循序渐渐,以防止意外的发生 第四组动作就是颈部一定要按揉到了 颈部这个地方如果肌肉僵硬,气血通不上去 那脑就供血不足,所以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摩擦发热了以后 把手放在颈部去捏揉后边的肌肉 让它变得松软,减少脂肪的堆积 改善大脑的供血 大家学会了吗? 心梗来临前身体会出现一热二疼三多 心梗作为一种突发的危机病症 死亡率高,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心梗来临之前的症状 如果身体有这样的不适症状 及时的到医院纠诊,不能脱 以免酿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这一热指的是身体发热 心梗发生的时候,这些坏死的物质吸收 会让身体全身的症状出现发热的现象 二疼指的是胸口疼,嗓子疼 心梗的胸痛程度剧烈,持续时间长 有的还会伴有冰死的感觉 部分心梗的患者会出现嗓子疼,牙疼,胃疼这些情况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三多指的是,头疼出现的多 恶心会有,汗出的多 心梗发作的时候出现不典型的头痛现象 这是因为心肌缺血了 导致心脏输出的血量减少 从而脑供血就不足 所以颅内压就增高 恶心多是因为心梗发作以前 会伴有出汗恶心,呕吐这些症状 而且这些症状持久不缓解就一定要注意了 出汗是心梗危险的信号 心梗发作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大汗淋漓 全身的皮肤会湿冷 缺血的时间越长,梗死的面积就会越大 出汗也就会越明显 你听明白了吗? 分享出去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提前预防 什么鱼不能吃,它会加速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医生告诉你真相 在我国,鱼代表着年年有鱼 也有财富多多的意思 所以被赋予了吉祥鱼庆的含义 当然了,近日这个海产品鱼不能吃的这个事实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在这之前就有报道说鱼被列为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名单中了 至于为什么说鱼会加速心脑血管疾病呢? 其实说的是这两种鱼 第一就是腌制的鱼 腌制风干的鱼虽然不是很新鲜了 但是它因为更有嚼劲 比如说我们特别爱吃的臭鲁鱼 腌制的过程中它会添加大量的盐 整个鱼盐的含量就超标了 就会增加高血压心脑血管的疾病 而在腌制的过程中也会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所以致癌的风险也会高 第二就是油炸的鱼 高血压的患者最好不要吃 因为在油炸的过程中会产生出反式脂肪酸 吃多了会堵塞血管 血压也会升高 这两种鱼是从做法上说 不利于身体的健康会导致加速心脑血管发生 那么鱼的品种上我们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什么鱼不能吃呢 比如说黑鱼 当然了个别地区呢 还有可能有不同的说法 说到鱼呢会有许多话要讲 还没说完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出来 低压高不用怕 四招让你血压轻松往下降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 低压高怎么办 下面四个有效的方法 血压就会蹭蹭蹭的往下降 有很多的粉丝朋友用上这四个方法呢 血压呢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所以这个视频你要是不看的话可亏大了 第一呢就是食盐要控制 高血压的患者必须控制食盐的摄入量 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几个呢 六克 第二呢补充甲 甲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钠 使血压降低 富含甲的食物 比如说香蕉 土豆 橙子 桃子 花生 都可以多吃一点 第三补充钙 这里所说的钙 可不是说让你去吃钙片 钙呢确实是可以降低血压 它可以缓解体内钠的滞留 但是不是去吃钙片 而应该是富含钙的这些食物 比如说牛奶 酸奶 豆腐 鸡蛋 第四 补充鎂 同样的道理 鎂可以促进血管的健康 可以降低血压 富含鎂的食物 比如说全麦的面包 燕麦 糙米 豆类还有坚果 除此之外呢 一定需要你坚持运动 有的人一上午工作 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 不带动呢 这就造成了你 压特别高的原因 所以中间你得活动活动 每天坚持一定量的运动 才能保证你的血运性 运动可以帮助降低低压 而且可以增强心脏的功能 大家都记住了吗 心脏有四怕 想要心脏好 一个都别做 懂得保养心脏的人身体才会健康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心脏最怕做的事 要想有个好心脏 最好一个都别沾 第一呢 怕累 生活中过劳猝死的案例不在少数 长时间的劳累 很容易损伤心脏 诱发心机梗死 严重的呢 还会出现心理衰竭 第二呢 怕激动 人在激动的时候心跳的速度就会变快 如果患者本身就有高血压和血管堵塞这些疾病 平时还不注意控制情绪的话 那就很容易导致血管破裂 比如最近的一些视频里边站在公交车上 把这位老大爷啊 对人家发了一大顿脾气 年轻人没理的 他还啪啪啪啪 跟人家删 结果哭腾倒地 后来没有抢救过来 这就是急性发生猝死的情况 通过这个事例你知道还要注意一点啊 千万不要惹随便发脾气的人 如果一旦他是心脑血管疾病 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第三呢 是怕高盐 因为盐的成分是氯化 吃的太多会增加血管的压力 加重心脏的负担 第四呢 怕胖 肥胖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导致血栓动脉着氧硬化发生的风险 所以有研究发现说 体重每身高百分之十 关心病发生的风险就上升百分之三十 体重增加百分之二十 关心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百分之八十 大家记住了吗 脑供血不足 怕你做这个动作 气血通畅远离脑梗 大家好 我是赵伟昊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动作 可以促进全身气血的运行 对于脑供血不足 预防脑梗 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步啊 就是耸肩的运动 自然站立 全身放松 两个肩尽量的上提 停留 一会儿落下来 快速的下落 这是第一步耸肩运动 第二步呢 就是自然放松的同时 把两个手向上抬15度角到30度角之间 然后把手翘起来 让你的手和你的手臂成直角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手会麻麻的酥酥的 第三步呢 就是把第一步和第二步加起来 既翘着手掌又要耸肩落 学会了这前三步以后 第四步就是坚持做至少11分钟 你可以循序渐进 从一分钟两分钟 做到11分钟 你会感觉到无限的畅快 这个动作呢 第一对脑供穴有好处 第二对富贵包的消失有帮助 第三对颈椎的改善 也有很直接的作用 第四啊 它可以改善心肺的功能 因为这手臂的运动呢 是手三阴手三阳这些经脉 同时它还可以对后背的膏肛穴 有疏通的作用 坚持下去 能够让我们的气血通肠 脑梗如何快速的恢复 五不要记心肩 最后一条是最关键的 但能做到的人很少 第一呢 不要熬夜 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 每天11点之前 必须进入睡眠状态 让血管休息 第二呢 不要卧床 卧床不运动 也会加速我们身体功能的衰退 而且呢 卧床还会造成血流不通畅 增加血栓的风险 特别是下肢血栓的风险 第三呢 不要忽视康复训练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脑梗的早期 除了药物治疗以外 一定要重视康复的锻炼 最好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去进行 如果你的条件不允许 也可以看看视频学习锻炼 我之前的视频里呢 也教了大家很多的方法 每天去坚持做 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呢 不要整天的吃大鱼大肉 尤其是避免吃那些肥肉啊 动物的内脏啊 鱼卵 少吃一些高脂肪 高胆固醇的食物 第五呢 不要擅自停药 这一点很重要啊 如果你已经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去调理 按照这个方案呢 你千万不要自行去停西药 因为脑梗以后呢 要吃很多的西药来控制病情 药物的副作用 当然是让很多人担心的 这时候呢 你要配合一些中药来调理 去调节自己的免疫力 将身体调到一个平衡状态 这样呢 既减轻了药物的副作用 也会减少对西药的依赖性 这些你记住了吗 温馨病严不严重 看三点指标 最后一点最重要 第一呢 是不是经常会出现胸闷气短 没有力气 第二心脏的采超 有没有心脏功率的下降 比如说 射血分数 EF值低于70% 我们在冠状造影上看到的 心脏冠状血管的主干狭窄 最后一条最重要 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那就是关心病的微血管病变 也就是说造影看冠状血管 都是很粗的 没有狭窄 但是微血管已经进入到 精卵变系 心脏已经出现了缺血 这也是最严重的危害 你记住了吗 脑梗不是不治之症 找对了方法很关键 屏幕前的你有脑梗 或者家人有脑梗的朋友 别急着滑走 分享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有血脂高 血压高 血管狭窄 关心病 脑梗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不要盲目的求医 也不要丧失希望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中医是强项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多看看我的科普视频 让你了解更多 心脑血管方面的防治支持 你的问题 或许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 脑梗 简单来说就是脑血管堵了 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是因为忧思脑怒 肥肝后胃 精血归虚 或者是甘淤气质 导致出现肢体麻木 口眼外泄 吞咽困难 语言障碍等等症状 其中呢 血瘀是很常见的 病因不同 辩症不同 用药自然也就不一样 根据每个人的症状和蛇像 辩对症 用对药 才是对付疾病的关键所在 最好的药物就是气血 简单的三个方 补足你的气血 三个中程药呢 有大补气血的作用 帮助你提高免疫力 我们知道人体的五脏六腑 都是靠气血来供养的 只有气血充足了 脏腑得到了滋养 身体才能够健康 如果气血不足 不能够滋养脏腑 脏腑运转速度就会慢下来 所以气血对人体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那气血不足 又该怎么办呢 怎么补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三种中程药 来帮助你大补气血 提高免疫力 第一就是人身养容丸 它是健脾养气 温补气血的作用 适合心慌气短 脸色不好看 大便堂息不成形 第二 生血保颗粒 它可以帮助我们补肝肾 一气生血 对于肝肾亏虚 同时又有气血两虚 引起的疲惫 乏力 腰肌酸软 很有作用 第三个呢 就是一气羊血 口服液 对气血不足 导致的心剂 气短 乏力 不想说话 懒得动态 面色还很难看 这些症状呢 有很不错的效果 眼睛是血脂的信号灯 有三种情况 说明血脂高了 俗话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同样眼睛也能反映着我们疾病的状态 当眼睛出现以下这三种状态 要当心 可能就是血脂升高的信号 第一 就是眼睛花了 当眼睛看东西模糊 而且呢 一会清晰 一会模糊 时好时坏 就代表着血液变粘稠了 血液流动不畅 造成了视网膜的缺损状态 特别是老年人 不要轻易的就把它是 认为哎呀老花眼 要注意血脂的检查 第二眼睛周围出现小肉瘤 尤其是中老年女性 有可能就是脂肪代谢出现了问题 第三出现角膜老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角膜周围的毛细血管 发生会形性变化 代谢减慢了 消除脂类的能力就减轻了 就会使脂蛋白更容易沉积在那里 当血液中的脂蛋白含量增加 脂类更容易沉积到 角膜的周围 形成白色环状的混浊 一般对视力呢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啊 当老年人发现自己出现 角膜老年环 要重视起来 可能会是高血脂的信号 查出血管斑块 如何辨证失质 60秒让你少走弯路 大家好 我是赵伟浩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帮助了很多血管斑块的朋友 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相信大家对斑块并不陌生 认为斑块呢 很难发生逆转 其实啊 做好以下几件事 就可以稳定或者是缩小斑块 甚至消失 今天呢 分享给大家 这第一呢 就是积极的控制好 高血脂高血压 这些高危因素 血压血糖控制好了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三高 对斑块的不良影响 第二呢 就是要重视血脂 加强对血脂的检测 形成斑块的核心 就是那直指 降低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是稳定斑块 逆转斑块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第三呢 就是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保护我们的血管 第四呢 就是要用药了 靠运动 靠饮食 靠规律的作息时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已经出现了病症的问题 那一定要用药物来解决 药物的作用 会比这些食物作用大 更好更快的改善你身体里面的这些 浴血的状况 阴阳的平衡 整体的调理 所以要根据正形运用 中医理念 调理这个斑块 好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络堵 气血 劲 两招打通经络 气血 蹭蹭往上窜 当经络堵塞的时候 身体就会发出警告 第一个警告就是疼 俗话说 痛则不痛 痛则不通 你身体都疼了 一直都不管 不顾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 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第二个信号就是凉 如果经络不通的时候 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受到阻碍 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 身体的某些部位会发凉 比如常见的有四肢 腹部 头部都会有凉的感觉 第三个信号呢 就是肿 气血运行受到阻碍 堆积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就会出现肿的现象 有的是水肿 有的是血肿 瘤血和水肿互结啊 形成肿的现象 同时还伴随着疼痛的出现 以上这三个症状呢 就是经络不通的典型表现 要注意及时的疏通经络 帮助更好的去运行气血 缓解症状 预防疾病的产生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拍巴须的位置 它们是气血经络流通的必经之道 经常的拍打它 让它气血流通的更好 第二个呢 就是经常的梳头 可以用手指梳 或者是用木梳子 不要用塑料的啊 去梳头 因为头为诸阳之会 把头梳通了 所有的阳经就打通了 第三个方法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去跪坐 古人的坐姿方法里边 就专门有金刚坐 通过半个小时的跪坐 让我们下肢的经络 都得到畅通 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好 不行你试一试 血管堵塞 告诉你一个方法 血管就会慢慢的疏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开始讲解之前 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别人随便发一个 吃吃喝喝的视频 就能有十几万的点赞 我精心整理的这些科普视频 怎么就很少有人看呢 我平时工作也很忙 但是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 少花一万万万钱 再累 我也觉得是值得的 多么希望国人 能够建立起正确的医疗健康观念 俗话说 治疗三分靠药 七分靠养 咱们疏通血管呢 不仅仅是要依靠药物 通过饮食来调理血管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只有胃气得到了保护 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 才能增强 排除废物的能力 自然也就变强了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舌苔 如果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腻 那就说明你的脾胃 运化失常了 如果运化失常就会产生水湿 弹湿 就需要好好地把脾胃的功能强健起来 以便更好的增强脾胃吸收的能力 那各组织器官的营养 才能得到充分的供应 血的成分才能正常 你去测指标签 才能有一个好的正常值 要想让血管变得更好 一定要改善饮食习惯 同时要戒掉高盐 高糖 高油 这一类的食物 这些呢都是保护好我们脾胃的关键 如果你也有关心病 血管堵塞 血管的狭窄 颈动脉的斑块 心梗脑梗 支架术后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希望你在这里都能慢慢的得到解决 好心脏都是睡出来的 怎么睡能够让心脏舒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一夜如果没睡好 第二天往往会感觉到心慌 乏力 或者都已经心率不齐了 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如果睡眠不到五小时的人 心脏病的发作率会明显的偏高 那怎么睡才能让心脏更舒服呢 第一不要熬夜要按时睡觉 午夜到凌晨四点时间是内脏脏气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 很多人呢夜间突发心脏病也是和心脏活不到休息有关 所以我们要在晚上至少十点半之前要入睡 第二即保持 就是晚上吃饭不要吃得过饱 特别是睡觉前不能吃一顿吃过饱了 肠胃呢就会占用更多的气血来消化食物 这同时血液的粘稠度也会在夜间明显的升高 这就给本来供血不足的心脏带来了更深一层的隐患 容易诱发供血不足或血栓性的疾病 第三右侧卧位比较好 右侧卧位呢有利于减轻心脏的受压状态 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放松 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打酸 如果打酸严重的或呼吸骤停 吸氧量就不够对内脏影响也是很大的 这样有效的保证了睡眠时期的供养 所以我们一个有效的睡眠方法呢就是吉祥卧 另外呢如果心脏不好的话 睡眠的姿势上头高脚低 也就是我们说的高枕无忧 可以减少心脏的负荷 第四呢起床的时候慢慢的起 不要着急起床 睁开眼要仰卧在那五到十分钟 做做深呼吸 活动一下四肢 深深揽腰 把脚腕做一做转动 因为醒来的时候呢 你的胶感神经兴奋 血压就升高 身体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容易发生心脚痛啊 心梗这些现象 第五要睡午觉 研究表明每天如果午睡 三十分钟以内不能睡长了 可以让心脚痛的发病率减少百分之三十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 午睡是肾水上际于心火的宝贵机会 可以有效的缓解心脏的压力